看到是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周日是撤換了國防部長 他是在演說中提到要整頓國防機構 因此更換暫時國防部長列茲尼科夫 希望能為國家帶來新氣象 而取代他的人選是烏梅洛夫 在去年和俄羅斯談判的場合 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只是這個人事變動 不免令人多做揣測 因為列茲尼科夫領導下 國防部曾被指控貪腐 鄭羅斯基此舉或許也是想要 整肅他的內閣